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戏坛 和大家一起来欣赏 2022年6月11日到12日 日本第77届本营方战挑战七番旗的第四局 由伊利辽骑胜之黑对阵景山玉泰本营方 1998年当赵志勋九段达成本营方十连霸的时候 当时大家一致认为这恐怕是一个难以超越的记录 但是从2012年第67期本营方战 景山玉泰挑战山下竞武 最终双方激战七局 景山玉泰以4比3的比分首次夺得本营方 转眼之间已经达成了十连霸 追平了赵志勋的记录 而这一次第77期本营方战 前三局景山玉泰以3比0领先 本局来到天王山 不知是主办方有意安排 这局比赛的裁判长正是前记录保持者 赵志勋老师 赵志勋表示和景山玉泰一样十连霸的时候 我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说实话 我希望他这一戒输掉 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一样保持十连霸的记录了 但如果景山玉泰十一连霸的话 就感觉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头上 如果真是如此 我希望他把记录抄得远远的 冲击二十连霸 赵志勋九段的率真与幽默 尽显大骑士的风采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景山玉泰登上本营方十一连霸 辉煌顶峰的最后一战 直黑的伊利辽 选择了二连星开局 白旗星小木 接下来黑旗挂 白旗肩 以下是人工智能时代 常见的一个定式 右下点三三定型之后 黑旗回到右上小飞手脚 而白旗打了之后立下 是局部的后续手段 有趣的是 这个时候在以前人类的研究当中 白旗有虎在此的下法 但是这个虎和利相比 胜率大概降了一个点 可是我们人类棋手 似乎对这个点非常的在意 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在此立下 下一手棋 黑旗拆边 白旗贴起 这个好点显然不能让 黑旗两者兼得 下一手棋黑旗斑 白旗斑起 黑旗长 白旗贴 黑旗下一手的斑 表明了伊利辽的态度 在此强烈的要求与 景山玉泰决意死战 似乎 向景山玉泰发起挑衅 你放马过来 而景山玉泰自然不会让伊利辽失望 下一手棋 白旗直接断了上去 黑旗跳方不棋 是棋行极锁 白旗下一手长出 此时 黑旗如何出动这颗死 成为局面的关键 如果黑旗简单长出 白旗顺势在下方不断 黑旗再跳 白旗冲出 这个战斗 白旗也不怕 而如果黑旗现在去压 那么被白旗搬住二子头之后 黑旗的这个断的严厉性 将大打折扣 白旗打完之后 可以直接将两颗黑子 争斥 这样 黑旗也是不行的 那么实战当中 景山玉泰 再次下出了好手 也是人工智能的首选 下一手旗 黑旗直接跳在此处 现在白旗如果再冲 黑旗粘住 白旗再搬 由于长出了一口气 这个地方黑旗的断就变得非常厉害 所以实战当中 景山玉泰马上再次冲 黑旗长出 不过 下一手旗的 白旗再冲 是稍有疑问的一手 这个时候白旗最佳的下法 是冷静的回到下方 把这个断不住 黑旗如果拐头 白旗跳先手 接下来断作战 黑旗长出 白旗长 黑旗跳 白旗尖完之后 再次飞出 这样双方在中央形成乱战 各有两块旗不活 是难解难分的一个两分局面 那么实战当中 白旗冲了这一下 伊利辽马上在下方段 双方突然之间进入了贴身的入搏四杀 下一手旗白旗打 黑旗长出 由于这两颗白子是齐筋 不能随意放弃 所以接下来 白旗只好运行逃出 黑旗长 白旗再贴 黑旗搬是强硬的一手 白旗弯逃跑的时候 伊利辽接下来下出了过分手段 这个时候黑旗选择了向上拐头 显然忽略了白旗可以再次搬的强硬手段 此时黑旗最简明的下法是直接再次粘住 这手旗是先手 白旗现在不能够去中央处理 否则黑旗又直接杀死这五颗白子的手段 接下来黑旗可以直接再次飞加 白旗如果冲 黑旗顺势长 由于二入力是先手 这个白旗无法逃脱 白旗如果直接冲 黑旗立 白旗挡住的时候 黑旗打完之后呢 单退就彻底的切断了白旗的退路 白旗再冲 黑旗搬住 由于气劲 这一代白旗已经无法动弹 跳也是大同小异 出不来 白旗的气实在是太紧 如果不冲这个 直接跳 黑旗可以先立 白旗再走 黑旗打完之后呢 直接冲 还原成刚才的变化 再冲呢 这已经没有气了 所以这一代 在黑旗粘的时候 白旗只好从下方补齐 黑旗回到右边跳为空 同时进攻中央白旗 而白旗下方的长出对为空 也是形势所迫 下一手旗黑旗跳出 这样双方在中央形成战斗 但总体而言 这个战斗 黑旗要更主动一些 白旗四颗子击中 但实战当中 黑旗没有这样下 拐了之后 白旗搬 接下来 黑旗的虎 又是一步一问手 此时黑旗应该直接 在下方贴了定型 白旗 再走的时候 黑旗飞 为了防止这两个子逃出 白旗只好补齐 接下来黑旗跳 威胁中央白旗断点 白旗补助断 黑旗再跳步 这样呢 下方 白旗 实地 比起实战 要少很多 中央的战斗 黑旗依然是 稍微主动的一个局面 但是实战当中 伊利辽在这个地方 选择了虎 有意保留下方的变化 随时瞄着 吃住这五颗子的手段 但景山育太接下来 马上 再次拐出定型 黑旗搬 白旗搬 黑旗长的时候 白旗 跟着挡住 这样我们看到 下方这一带 白旗围住了 大量的时空 而中央这个地方 由于黑旗的二子头被搬 黑旗的气 依然是非常紧 这个旗行 并不好 下一手旗 黑旗强硬的搬 白旗 接下来非常稳健的 补助的断顶 随时瞄着这一带 断开黑旗的下方 下方的战斗 暂时告一段落 黑旗下一手旗 切断 这也是 伊利辽在这个地方选择 这个下方 最后的一个杀手锏 他认为这一段呢 白旗恐怕已经是难以动弹 但是实战当中 景山育太直接 将这四颗子逃了出来 黑旗再跳 白旗跟着跳出 下一手旗 黑旗的打吃 又是一问手 伊利辽在这个地方连续几步 一问手的 使得形势急转之下 这个时候黑旗应该单不断 这个打吃 被白旗尝出 等到黑旗再霜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黑旗 两块旗气景的问题 全部都暴露了出来 下一手旗 是景山育太 急剧大剧官的一手 这个时候一种方案 白旗可以直接破坏黑旗右边的空 黑旗补助 白旗冲下 但是实战当中 景山育太的这步长 却是人工智能的医学 这手长完之后 黑旗中央气劲的毛病 更加的凸显 接下来黑旗也顾不上这些 先将右边的空 护住 而白旗这一拐头 黑旗已经难以兼顾 接下来黑旗只好逃出 这个跳明知会被景山育太冲断 但是伊利辽也是有苦难言 如果向左边退一路 跳在此处 反而被白旗这一尖之后 黑旗失去应手 因为黑旗再长的时候 白旗这一挖呢 黑旗骑行就崩掉了 你再打吃的时候 白旗一打 接下来一段 提这个是倒扑 提这个是接不归 这样的反而无法 继续维持对白旗的进攻 所以实战当中 黑旗强行再次跳 白旗势必要冲断 黑旗大吃 白旗长出 黑旗虎不齐 白旗拐头 黑旗斑 这个地方白旗的步调极佳 但是在优势局面下 景山育太也出现了还手 此时他选择了直接加住 这颗子 似乎觉得大龙已经是处理好 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次序 白旗在加持之前 应该先再次跳一手 这是决心 黑旗断然不能让白旗再次冲下 等到黑旗挡住的时候 白旗再加 这是兴阵的一个首选 这样呢 全盘再无波澜 中央的战斗 由于黑旗气紧 也拿不住这三颗白旗 但是实战当中 白旗直接加 对于战斗和直线算路 非常敏感的伊利辽 此时抓住机会 马上再次挖断白旗 白旗打吃 黑旗粘住 等到白旗再靠 想要先手护住这个段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下一手棋 黑旗直接断了上去 通过这一连串的操作 伊利辽把本来已经 低于30%的胜率 又强行的拉到了50%左右 下一手棋 白旗搬 黑旗粘住 接下来白旗粘 收棋同时不断 黑旗如何处理这块旗呢 现在黑旗从心情上 是很想在此断 与白旗决战 但可惜不成立 因为此时白旗打吃完之后 再一打 这是让黑旗崩溃的一手 黑旗粘住 白旗只需要再次一肩 由于黑旗提这个白旗粘住 整体的黑旗只有两旗 无法与白旗对杀 而如果黑旗逃 白旗夹住就可以 不解决任何问题 所以黑旗此时选择了架 白旗挡住 黑旗打 白旗粘的时候 黑旗立有一部保命的手段 这样这一代有眼卫 上方一代呢 可以联络 而景山玉泰也针对黑旗的这个联络 大做文章 下一手旗 白旗先长 黑旗冲出这颗子 这个地方黑旗的收获巨大 但是接下来 白旗先扑紧住气 下一手旗呢 白旗直接跨在了侧处 黑旗冲 白旗断 看上去都像是送死的下法 那景山玉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做两手交换 是因为接下来白旗可以直接冲了破眼 原本如果这代没有交换 黑旗是可以跳 直接联络的 但是现在白旗冲黑旗如果再跳 情况发生了变化 白旗冲先爽 肠先爽 然后可以直接 再次冲出去 黑旗当然不能挡住 否则白旗一打吃 这个地方是一气吃 黑旗被吃 自然不行 因此黑旗只有长 白旗沾 黑旗挡住 白旗打完之后 扑一下 接下来 可以直接再次长出 黑旗靠住 是局部的最强应对 白旗此时一定小心不要搬 否则黑旗一断 白旗再吃 这一代黑旗气掉这颗子长出去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直接收气 反杀中央的白旗 白旗提 黑旗收气 你再立 已经来不及了 白旗死掉 所以白旗局部最强硬的下巴 是打吃 黑旗挡住 白旗提 双方在此形成结征 但是这个结 对于黑旗来讲 是没法打的 因为白旗在此 可以万劫不应 直接将黑旗全部吃住 这个结果呢 黑旗不满意 所以实战当中 在 白旗冲的时候 黑旗选择了二路弯出 以下是必然变化 白旗长先手 然后强行搬住 黑旗断 白旗再长 黑旗再打的时候 白旗可以利用一路搬的手段 巧妙的 再次做出了一个缓气劲 下一手旗 白旗挡住 双方开始了一个惨烈的结证 我们一般讲 臭旗怕打结 但实际上 这些顶尖的高手 他也怕打结 下一手旗 黑旗选择了直接提吃 实际上 这个时候 黑旗最佳的下法 是不要在这代刑旗 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呢 扔给景山一太 行政建议 此时黑旗可以先回到左下 把断链补住 白旗现在如果提结 黑旗直接将这三颗子提掉 接下来白旗粘住 消极掉这个结证 黑旗顺势再提 这样我们看到 尽管白旗吃住了 右下的黑旗 但是黑旗在整个中央 左边 乃至上方这一带 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潜力 这样是黑旗足以和白旗抗衡的一个局面 但是实战当中 黑旗选择了先提这个 结果景山一太非常机密的 马上在此断 追究 黑旗中央 弃紧的一个弱点 接下来 黑旗再提 是最后的败招 伊利良好不容易通过这个地方的挖断 寻来了追平局面的机会 但却因为连续两手的提齿 将这个机会又拱手的送掉 此后 再没有掀起波澜 那么这个地方 黑旗应该怎么下呢 此时黑旗还是不要去动这个节 因为实际上这个节白旗要更重 就像我们刚才摆的图一样 黑旗这块旗死掉 如果外围获得便宜 足以抗衡 但是如果白旗这个地方被黑旗全部惊吞 而外围由于黑旗子力众多 白旗将难以得到有效补偿 所以此时 黑旗可以先在外围行旗 趁着白旗 一边行旗 一边制造劫材 这个节白旗始终要处理 如果现在白旗提 黑旗再飞 白旗将黑旗全部吃掉 黑旗再一飞 这是星圳给出的一个变化图 这样我们看到 这个局部呢 两颗白子不活 而上方一带 黑旗已经全部成空 这样一个结果 反而是黑旗优势的一个局面 但是伊利辽九段 局部战斗能力极强 直线计算能力 也是顶尖 但是好像大局官 稍微欠缺了一点点 这可能也是他和景山玉泰 一点点的一个差距 那么这一点差距 被景山玉泰无限的给放大 下一首期 当黑旗提的时候 白旗提结 黑旗再打找结财 白旗直接消结了 接下来黑旗提掉 看似黑旗在这个地方 收获巨大 但是由于这一带并没有吃住 这三颗白旗 白旗以后有打的先手 所以当下一手白旗搬在此处的时候 这个地方上方一带 已经成为了白旗的势力范围 黑旗退 白旗再贴 接下来黑旗的搬 也是一问手 现在既然局面非常严峻 黑旗应该直接断上去 白旗如果打 黑旗长出 白旗再粘 黑旗可以置之不理 直接再次管下 如此尽管不能直接挽回局面 但是增加了局面的变数 这样 机会要更多一些 实战当中 被白旗 直接打完之后 再次搬完一瞻 上方反而成了白旗的空 这个黑旗已经不行了 下一手旗 黑旗再次飞 白旗 也飞 这两个点是建合的好点 接下来 黑旗跳下 这手旗稍有过分 但也是无奈之举 就局部而言要想直接吃住星位这颗白旗 肩在此处 才是要点 但是 肩这个 下方给白旗留下了飞的大关子 白旗接下来可以在此先肩 黑旗肩住 白旗立下 以下中央 进入黑空 和边上跳进去 白旗已经必得其意 加之下方飞的大关子 这样黑旗的形势 依然是不利的 所以实战当中 黑旗选择了直接跳在此处 想要最大限度的吃掉白旗 而白旗 先在 左上处里 黑旗压 白旗挡住 接下来 黑旗拐住的时候 白旗再次跳下 这个虎是先手 那么这一代想要杀掉白旗 非常的困难 实战 黑旗 补旗 白旗也跳 这个局部 白旗已经是活旗 现在黑旗最强硬的攻击手段 是点在此处 但是白旗可以直接在此挡住 黑旗连回 白旗挡住 这个脚步 由于这一代 黑旗没有封锁住白旗 无法惊杀白旗 点在这 白旗可以置之不理 直接在此靠出 黑旗如果搬 白旗还可以虎 由于黑旗断的时候 白旗能够直接收气 所以这一代呢 黑旗并没有办法 强杀 白旗 你退这个 甚至白旗还可以搬在此处 这样的不行 那同样的道理 你要是点在这儿 白旗直接虎在这儿 也是火旗 你断的时候 他可以吃 上方这只也破不掉 但是 在 接下来的进程当中 黑旗并没有直接 点进来强攻 而是先在上方拆 这也是伊利辽在这个地方 选择跳的一个原因 他希望争到先手 抢到上方的大厂 因此轻振 给景山玉泰的建议 此时白旗不用着急 活这个脚 在上方挡住 价值要更大 这手旗一走 黑旗脚步的两克子 反而变薄 这一代呢 也多了些手段 那我们继续来欣赏 这个已经与胜负无关 此时 景山玉泰的胜率 已经超过90% 下一手旗 黑旗刺 白旗跳 接下来黑旗拆二 白旗先点三三 留下革命的火种 黑旗挡住 白旗接下来坚出 黑旗再拆二 继续抢控 白旗后时站住 接下来黑旗点 终于出手 但此时点 景山玉泰已经置之不理了 接下来白旗再坚 继续破控 同时瞄着 随时连回 这三克子 黑旗 契合 粘住 静杀白脚 而白旗立完之后 接下来一跳 整个中央黑旗的阵势 被白旗给破坏掉 而黑旗一立了 最后的杀手锏 是在左上一带 搬了飞 在这个地方要出旗 但景山玉泰应对 非常完美 招招AI 下一手旗 黑旗挡住 白旗搬 黑旗 退在这的时候 白旗的虎 是杀旗要点 由于这个地方 白旗以后 脊是先手 充实先手 随时走在 星位是有一只影 那么这部虎 防住了这样的手段 下一手旗 黑旗肩 然后坐影 白旗打吃 黑旗团住 双方 再次形成了节征 按照道理来讲 做成节 对于黑旗来讲 是可以满意的 但是这盘旗 令伊利辽 吐血的是 由于白旗 在右下一斤 全部把黑旗提光 上方一带 白旗也非常厚实 全盘 伊利辽 找不到像样的节材 下一手 白旗提的时候 黑旗只好在此次 但这手 让黑旗粘住 本身就很损 对于这一代的空 有伤害 而黑旗提后来的时候 白旗却有大量的节材 黑旗粘住 白旗再提 现在黑旗已经找不到节材 无奈 伊利辽只好再次损 换一个节打 白旗大吃 黑旗不断 接下来白旗叫节 黑旗再去挟的时候 白旗粘住 下一手 黑旗提节 白旗也提 景山一太利用自己 节材的优势 在这个地方 强行的去打两个节 而这两个节 黑旗竟然都找不到 好的应对方法 下一手 黑旗粘住 白旗冲 黑旗再提 白旗肩 也是非常愉快的节材 黑旗粘住 白旗再提 接下来黑旗肩 威胁白旗断点 白旗也是一毛不拔 直接把断不住 黑旗再提 白旗刺 先生 黑旗粘住 白旗提节 下一手提 伊利辽无奈的退让 实在是找不到节材 而白旗 接下来提吃 将左上的黑旗吃尽 黑旗搬 想要在这一代收空的时候 白旗之前 点三三的这颗子 终于是发挥了作用 下一手旗 白旗直接在二路搬 在这个地方就此出旗 黑旗 点 也是最强手段 这个局部 如果黑旗 搬在此处的话 白旗可以在此先搬 这样一来 黑旗形势所迫 只有断掉白旗 那么白旗这个大吃 是先手 下一手旗 白旗再次护 黑旗跳下强杀 白旗可以断 黑旗再退的时候 白旗压先手 黑旗再搬 白旗这一冲呢 这个局部 黑旗已经无法抵挡 你挡住 直接就把这两颗子打死 这个当然不行 而如果你退 那么白旗一搬 脚上也就出旗了 所以实战当中 伊利辽选择了 最为强硬的 直接点进去破眼的下方 白旗沾 黑旗冲出 下一手旗白旗冲 黑旗连回 但这个立法 黑旗还是太勉强 因为白旗的余地要更大 即使不能进货 只要获得足够的便宜 也可以满意 那接下来 白旗直接点在此处 要求从一路度过 黑旗现在如果团住 这个局部已经出旗 白旗还是有班的手段 黑旗再断 白旗打完了之后 再次一护 黑旗打 白旗粘住是先手 接下来一跳 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局部呢 白旗的眼形 非常的丰富 这个黑旗也无法杀白旗 实战当中 伊利辽做了最后一搏 或者说是一个认输的台阶 此时他强行搬在此处 封锁了白旗向中央的退路 但是白旗接下来淡然一跳的时候 下一手旗的这个连回 变得愈发的严厉 黑旗正好团住 而白旗 虎在这的时候 伊利辽就放弃抵抗 现在这个局部 我们看到白旗这步长 非常厉害 上方要冲下去 中央要夹死黑旗 黑旗局部要杀旗 最强的应对 是跳在此处 兼顾白旗的眼位 和上方这两颗子 但即使如此 白旗简明的打了之后一挖 黑旗依然是无期可下 这一代我们看到 以后白旗这个尝试先说 这个断变得非常厉害 黑旗再去吃的时候 白旗简明的一作业 由于有了这颗白旗的存在 黑旗打不进来 你提住 我就沾 这样我们看到 这里边你点要挡住 这个活得很干净 所以伊利辽看到白旗活旗 实地大差 全局也没有 可以再争胜负的地方 就很不甘心的投资了 从2021年8月到2022年的4月 伊利辽连续获得了名人 骑胜 本一方三大赛的挑战权 由此与景山玉泰展开了巅峰的 21番棋的机动 最终 景山死守名人本一方 伊利辽则攻下了分量最重的 骑胜头衔 而在骑胜战和名人战当中 双方都占满了气局 但是在本一方战 景山玉泰的舞台上 景山玉泰以一次干净利落的4比0 捍卫了自己 本一方 11连霸的荣誉 本局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